4月16日,花旗银行发表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18,指香港拥有一千万港元或以上净资产的富翁,约51.1万人,达至破纪录的新高,较上次调查的49.6万人,增长3%,而其中6.9万人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的流动资产,香港成年人中约一成为千万富翁,富翁们的平均资产是1630万港元。 花旗银行香港客户业务总经理林志刚表示,随着经济好转,预期2019年香港千万富翁人数会持续上升,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。 花旗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,以电话方式访问了4192名21岁至79岁的香港居民。 调查发现千万富翁当中,男性占54%,其中有7%为单身,女性占46%,其中21%为单身。 林志刚表示,如今单身富翁不仅限于专制男性的钻石王老五,其实女性富翁里单身的比例更大。 报告称,千万富翁平均每人拥有三个物业,其中44%用作自助,56%用作投资。 而他们在2018年普遍看淡楼市,只有22%的受访者在过去五年曾买入物业,按年减少2%,流动资产方面,千万富翁比较多投资股票、基金和债券。 应该说,千万富翁平均每人拥了1.9个物业在香港,大约0.6个物业在明年,这个是平均,所以大家可能知道你的 ratio。 另一方面,就是海外物业,大约0.7个物业,我们看到在投资股票方面,有80%的千万富翁是有做股票的,是有拿着股票的投资产品。 如果你看下去的话,你会发现,第二当然是基金,第三就是债券的投资,第四个是贵金属的投资,第五个信托,第六是期权或者期货。 报告又指,香港年轻至中年的千万富翁面对数码化趋势表现出更高的适应力,对数码持有正面的心态。 千万富翁的数码生活渗透率达68%,据了解香港是知名的亚洲富豪之都。 之前瑞士银行的调查显示,香港的亿万级富豪按照人口密度计算位居亚洲第一,世界第四。 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以323亿美元身家高聚香港富豪榜榜首,横帝主席李赵金以300亿美元身家排名第二。